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酒吧新闻谈 今天说的就是非要不可 我是上海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下午又要有到礼拜三 新闻三的线雷劍时间 在外加大罪雷劍的委员你好 谢谢说要快要到过年了 要先预祝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诶 这个在 诶 等于是明天 诶 是明天就除夕了 对 马上就除夕了 我们过年呢 其实因为家里面的事情呢 都是家里的总事情在掌管 哦 所以你就轻松的 没有在做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 我是私企老流 私企老流 要在那去哪边买 就在那边买东西 就在那边买东西这样子 对 那你准备的差不多吧 你也是 哦 对 我准备差不多 你又是职业妇女 你又是家庭主妇 我本来其实已经开始 慢慢准备了一会儿 但是我父亲前几天去荣总 所以我今年大概不会过年了 应该会再荣总过年 哦 这样子 对对 OK 好 那预祝呢 这个 呃 所有的老人家呢 对 身体健康 过年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小心保暖 像我爸爸他很快很快 就是他送去医院 然后对人去进加护病房 所以我也很期待 听众朋友呢 你们家里有老人要好好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哦 OK 好 那可是呢 有这段时间呢 我我其实这上个礼拜了 从上个礼拜跟你聊完到今天 我记得我最大的感触是哦 呃 咱们台湾的媒体 嗯 一点都不珍惜自己的手上应该要扮演的 公权力 对 公权力 也好 公器 公器 媒体是公器 然后怎么去监督 不管是政府 或者自己本身要做好一个像媒体的样子 嗯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觉得呢 有两个事情呢 我想跟六爷呢 先来聊一聊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总统府被冲撞了 那总统府被冲撞了呢 这个国外人家 有没有可能白宫会被人家冲撞 那冲撞的 万一有人要去攻击 要去冲撞的时候呢 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来讲一下 2013年2月 那天我正好在华盛顿的故事 哎呦 OK 好 那这个一定要讲 然后呢 这个呢 我有看到我们的媒体 怎么会 今天不管是总统府跟你来 来开记者会跟你们讲说 天啊 那个二宾好厉害哦 什么事 才可以及时的按下那一个 那个防弹门 可是 这中间那么大的一些漏洞进来 我们就不追了 我不想媒体在干嘛 这待会请您来平息一下 在平息这个之前呢 我想另外一个呢 也是媒体 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在上个礼拜呢 登了一个很大 全版的一个广告 这个是一个影印的 但是呢 那个全版广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 整个的一版 就是帮蔡衍明 在美容 讲难一点 就在擦屁股 中国时报是谁的媒体 是蔡衍明的媒体 中天新闻 中国时报 这都是你蔡家的 等于是你的 你的工器了 但是呢 人家说你呢 可能在国外呢 有逃 有避税 有干嘛呢 你就登了一个全版的 这样的广告呢 来做 来做一个说明 当然啦 买全版广告来说明 OK啦 但是 第一版是药文 它写个药文版 那我不晓得 六位元 在国际间 你也在国际媒体待过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多见吗 可以这样子 把媒体的工器 当作私人家族 再来 来运用吗 对 这个其实我很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像我们以前在教道德啦 伦理啊 教这个媒体精神自律什么时候 最难的问题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媒体 现在你看算每一个媒体 可能都把头版卖出去过 是啊 他都卖过头版给商业行为使用 对 所以对于这一点呢 因为他整版登的最后是有剧名 剧名是台湘旺旺蔡野明 对 他比呢把这个内容全部不具名的消化打散在他的媒体的内容 包括报道跟舆论里面还是好一点 OK 他把他拉开来 他出钱这是他的立场 所以他如果把他这些内容全部都消化成为媒体记者写的特稿啦 专栏啦 评论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更受到了媒体不公的影响 可是这里他明明就是剧名的 所以这是一点 另外呢 他的内容里头 我有喜欢也有不喜欢的 喜欢的是他明白的就讲出来 他要讲的是有关于国外账户跟避税的事情 这是我喜欢的 那台湾的媒体在前段子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呢 我们时常喜欢 打翻遗传人 大料去打翻他们的时候呢 他就会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类似反商跟重复的情节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他主张是说 如果你在当地已经完税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台湾营业以前 我们是营所税是25% 现在降到17%嘛 所以你已经在企业上面你是有交税 你不是完全逃漏税 所以你不应该因为有海外账户 就直接断定别人逃漏税 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在台湾的媒体里面这些通常没有 可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点 也不光是我不喜欢 我觉得在道德上最过不去的是 这一页的头 应该大量的写说 这一页是广宣 对 他不可以是A1药文版 他如果这一页的头 有很大的字写广宣 你知道这是一个广告 那就是你中国时报 你可以攻击他说 你这是没有格的报纸 你把头版广告卖给别人 可是至少大家就更明白知道它是广告 我觉得广告跟我们的editorial 就是编辑的内容 跟报道跟评论 在报纸上它的分也要非常非常清楚 不过好在就是他整个的完稿 用那么大的字啊 这种写法呢 大家基本上是会知道它是一个广告 但是这个媒体没有把它明确的用广告来处理 其实是错的 那如果我是蔡野明蔡老板的话 我会做的更好一点 如果我真的要去买全版头版的广告 我就每个报纸都买 我去买了联合 我去买了自由 我去买了苹果 我去买了中时 就好像譬如说以前那种大的产品推出的时候 他们不是每个都买吗 就是更明白讲说这就是我私人立场 那他就不会被人家攻击说 你去弄中国时报 又在A1药文版 怎么可以拿自己的报纸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在这一点上 他的整个媒体 他该做的事情是 他应该去明白的说 这就是一个广告 是我这个个人的广告 他有剧名 但的确是有剧名 但是中国时报 在A1的这一版上 是不应该上面挂的是药文两个字 是那这个呢我就要继续在追问了 为什么其他的报纸的一版不会卖给蔡野民 来登这样的广告 第一个当然是蔡野民没有去买嘛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蔡野民哪怕你那么有钱 你要去买人家一版的广告的时候呢 他愿不会卖给你 因为一版的那个位置代表了这一个报纸媒体的风格 是不是格调 我现在回头来骂台湾媒体咯 台湾的媒体的一版有卖过啊 当然有卖过 我们都看过 你记得他曾经卖过嘛 所以其实我认为 媒体最多最多应该是卖一版的下面的半版 是 好那台湾的媒体自己已经堕落到 他一版随时可以卖了 是 既然你可以卖人民有缘人自由的话 你应该open access哦 就是你不能说 我跟蔡野民是敌对报纸 所以他要来买我不卖给他 这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作为媒体 很多人会这样子 好那其实你是不可以的 所以蔡野民真的这次 如果做得更好一点的话 他应该是去各大报纸去买一版 下面的半版广告 是 他可 就是我认为 不能因为他很有钱 他就不可以表达他的意见 他表达意见买广告是可以的 但是中国时报这样处理是不可以的 但是不要那么粗鲁嘛 这叫财大气粗 不过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典型的财大气粗 我自己自家的报纸 我自己买一版整版 然后呢 我说我是台商 旺旺蔡野民这样子 那其他的报纸呢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看到你这样子做 表示你要去买 人家可能也许不会卖你 因为人家觉得说 我如果今天身为另外一家报纸的总编辑 我认为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 当然 你如果今天来买的时候 我一定在你 我的前面的 我就编得非常的清楚 这叫做呢 广宣 对对对 他应该要讲是广宣 其实你看他很多的现在的 很多的这个广告的那个部分 上面的爆头 绝对都是这样子的 对 广告特辑啦 什么东西 都会很清楚的讲 因为我们的NCC 他反而不管这个 在美国管媒体的时候 他最管的 是说 你有没有把广告的内容 包装起来 变成内容藏在媒体里面 是 那就在置入嘛 置入啊 但是我们呢 过去 他又不让人灌名 灌名其实就是很明显 那不算是置入啊 就是我sponsor 大家都知道 你是付了钱 才会叫灌名的 所有的媒体的管制里面 是要管制 观众或者是乐听人 不可以在不知不觉中 被人影响 所以只要他明显的 把它标出来 他换一个纸 换一个颜色 上面明白的标出广圈 那观众跟乐听人 可以看说 哦这是一个广告 我可以决定要看不看 是 可是我觉得 过去我们的NCC的 很多管法 管到很多的内容 合法的内容 都会藏在内容里面 是 你看过 以前有些报纸也是这样子吗 是 大家知道 他可以收了钱 但是因为不能写的时候 他就把它写在内容里面 那样其实是反而更不好的 当然那更不好 但是 那我请教你 今天身为中国时报的总编辑 他可以不卖这个头版吗 给蔡英明 他可能没有这个自由 对不对 但是如果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一个增结点 很多的报老板会讲说 我们呢 我们不会去干预 他们这些专业的 新闻人 可是这个就是一种干预的 No 今天假如说是 蔡老板跟你说 某某总编辑 你要头版给我写个社 二版给我写个社论 讲这个 你没办法拒绝 那就是拥有者的干预 是 他如果用一个广告来给你买 你可以 可以很好的去告诉你的老板说 老板我觉得这个广告内容不错 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用全版 你可以在头版的下半 我们直接用广告处理 是 这个是可以的 是 所以 如果那个老板真的强迫你用 报导 编辑 评论 来把这些内容藏在里面 我觉得你该辞职 如果那个老板要向你买广告 其实 但是我可以不卖你啊 我可以在这个 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报格 我若干是总编辑 我有那个意义去捍卫我这个报纸的报纸 因为你有钱来买 就像 就像他今天为什么蔡英明 他去买其他家的报纸 人家可能不卖他 就他觉得他有他的报格 要去维护嘛 所以说 我不接受你这样子 你要买我的底下的 20匹 那个半版的 我可能可以卖你 可是你要把全版 我把它包下来呢 我觉得我做不到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说 因为台湾的媒体已经堕落到 时常全版卖给别人 所以你到了 这个我们常常叫做 是一条往下滑的不归路 当你卖了一次的全版 你怎么能告诉第二次 要买全版的人不能买 如果你告诉第一个可以买 第二个没有买 你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审查机构 那在媒体来讲 你要不要做到这样的审查 没有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哪怕你要买 可是呢 我也可以不要卖你 如果你从来没有卖过 对 那是OK的 就像现在很多的节目嘛 他也是做置入啊 你连置入你都要排十段嘛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今天是制作单位 他制作单位就像这个编辑 主编总编辑一样 我今天我有权利来决定 我今天版面的呈现 对不对 我今天应该怎么做 你哪怕你要来置入你捧着钱 对我们有在做置入 可是这一集 这一次我不想你这样做 而且你的内容呢 让我觉得呢 这圆 我就在好像 我好像就在抱你的大腿 在擦你的屁股 这个东西会让 我今天我当总编辑的人 我觉得很sham 好 可是我回头来讲啊 在媒体里面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 媒体如果要去做广告贩售的时候 你必须是open access 你不能说 因为这个言论内容 我喜欢刘俊耀的 我就让他登 我不喜欢雷倩的 我不让他登 如果那样子的话 就影响了言论自由的表达 所以如果你要卖广告 事实上你不应该 在里面有太多这样的取舍 可是如果要强迫你去做内容 要你去写边缆 要你去写社论 要你在里面写报道 批评政府说 这个事情不对 那你该辞职 是 ok 反正 但是这件事情啊 我看的时候呢 我一直觉得 而且 更夸张的就是 那一天 登了报纸的这一天 我刚好呢 就在中天电视台录影 我这样讲出来 可能也许后面 我也不有中天的通报 我也无所谓啦 但是呢 我就听到了 我就听到了 一些其他的名嘴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竟然静若寒惨 他说 这不能讲 这讲了之后呢 我会讲 我们在中天的通告就没有了 我心里面突然间真的觉得 我怎么会坐在这边 跟他们和在一块 觉得很难过 真的是 我觉得说 你们这些 曾经都是新闻人 的这样的 现在变成一个通告咖 然后呢 去表演的 去背稿子的 然后呢 自己的评论的观点在哪里 我也看不见 连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受你公平的事情呢 大家净若寒惨 不敢发生 因为呢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中天电视台 哎哟 我听得 我还是回去讲一下 中国时报的这一页啊 它真的不应该叫做 A1药文版 是 它一定要做广宣的处理 它不可能是一个头条 OK 那这样的一个媒体呢 我想 我为什么说 今天媒体的事情 让我们就觉得 很难过两件事 第一个当然就 中国时报这一个头版 第二个就是 这个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这件事情 竟然 就变成了我们媒体呢 我不晓得在帮 帮这些总统府的这些宪兵呢 在干嘛 在美容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你们自己没有判断力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冲过了五道关卡 车子最后还是撞进了总统府里面 结果呢 我们在表扬一位呢 昨天的新闻你会看到 都在表扬那一位小兵 那个那一个 一挑的二等兵 然后他可以在紧急什么 最后五秒钟 赶快去按了 按了那一个 那一个防弹门 我要痛骂一下 媒体怎么会这样子呢 最后那个不是一个防弹门 是个防弹玻璃 防弹玻璃 如果不是因为头 那个楼梯这么抖啊 它的沙石车的大轮子跟冲力 到了上面 它上不去的话 对 它事实上是会冲进去的 是 这开玩笑 他如果最后一秒钟 他把后面的货被抛掉 他的这个车头前面的一定就是可以上去 是 因为那是一个防弹玻璃 大家不要被弄错 对 所以我刚刚特别跟俊耀在之前在沟通 去年二月我在华盛顿 在华盛顿 那天我要离开华盛顿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在看电视 就不知道为什么在火车站啊 到处都在看电视 因为大风雪 飞机场关闭 我要去纽约 所有人都在看电视 就是那天有一个人 大家知道自从911之后呢 本来大家可以到华盛顿的白宫前面去照相啊 后来白宫前面的这条路呢 左右两边就封起来 就是你不可以直接开过 白宫前面有草坪 后面是白宫的那一条路是被封起来 有一个太太 她开着车 还带着小孩 她拒绝别人叫她停止的指令 她没有停 她就往前开 冲进了管制区 最后整个华盛顿的警察在华盛顿 然后她就开始逃跑 她冲进管制区以后 对方就开始阻止她开枪 她就开始逃跑 有枪响 她开始逃跑 最后她在华盛顿里面一直跑跑跑跑跑 最后她就死了 她是下车逃跑还是在车上 开着车跑 开着跑车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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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从转就在那边撞 那最后当然也有人说是无意啦 也有人说是隔壁 就是说反正她就是最后撞了车才就死了 她车上还有一个小孩 小孩子呢 小孩我不太记得 因为那天我离开 但是至少从这个消息你知道 因为我是在火车站上看到 她这过程是 你只要进入了管制区 你就被当地的职情 特警的警察 阻止以后开始追逐 在华盛顿追逐 在华盛顿特区里面追逐 最后就是完全地把它制服 或者是隔壁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紧急应变机制 而且它是一个强力执法的紧急应变机制 那我们问一下 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报纸上面 这些紧急应变机制到哪里去 没有任何的检讨 我看到没有任何的检讨 没有任何的声音 然后呢 还一直在讲说 还好那一个二兵赶快按下那个门钮 那个二兵按下那个门钮 跟这个事情 他有挽救什么吗 没有挽救任何的事情 他还是撞上来的啊 问题是 他把那个 他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 好像英雄 然后呢 他转移交点 我就不晓得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是采访的记者的话 我根本不会去看这个这个点 你给我的这个点 我根本觉得那个就是你在转移焦点 我们进广告 广告中的咱们继续来聊 好 那吉巴新闻台 我刘俊阳 受药药 新闻三条线的一件时间 当然是雷剑的一位 刘俊你好 那我讲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版面的呈现 我不晓得 夜听大众就大家的读者 你们看到这个报纸之后就觉得 哎呦 大家的焦点 当然就变成说 那个二兵 是这个事情 好像挽救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可是并没有啊 居然你是老媒体人 通常一个药文出现 像这么重大的事情 对 你一定会有第一则 去讲这事件本身 事件 接着你就再讲 他的背后的情形 然后第三则是分析 通常你会有三个story 尤其是在电视上 也会这样子 那 昨天的那个联合晚报 他做了三版 那可是后来后续的追踪 你看所有其他报纸 剩下两个 叫做individual blames 全部都是在怪个人 或者是捧个人 是 一个是在讲这个张先生 他的人生 就是他的人生 全部都拿来一层一层的剥奖 对 好像在做一个真人实境秀一样 嗯 但是他所要主张的诉求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疯子 忽然间起义 他是一个长期有一些诉求主张的人 这个诉求的主张的第二则故事 已经消失了 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英雄主义 在讲这个吴仲和 但是吴仲和 我刚才特别讲了 如果他是一个小英雄的话 因为我不是低估他在当时做这件事情的了不起 我不是这样说 可是他周边所有其他同僚到哪里去 是啊 这个车子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开过一枪试图阻止这个 因为他是很明确的 是对着总统府冲撞的 对 有没有人开过一枪来阻止 试图阻止这件事情 就算对空名枪也可以 没有 最后更重要的是 张先生不是被211的211师的人去制服的 对 他是被警察制服的 对 所以整个的为安特勤的机制消失了 荒腔走板 荒腔走板 是 前面没有 中间没有 后面也没有 对 然后呢 也没有检讨 没有检讨 就是连 我跟内委委员去 我们都不会去 因为那个二兵 我们就说 哎呀 这二兵的怎么不重要 二兵的那个动作是最 特别是细微末节的地方 不是拿来当做头条 或者是拿来当做一个焦点 来做报道的 焦点是说于 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总统府的应变机制在哪里 那才是重点嘛 那才是重点啊 所以 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这么重要的 转移焦点跟移花接木 是 我们全部都在看 非常英勇的吴仲和 可是他 如果吴仲和是非常英勇的话 他是不是凸显了他旁边周边 所有的人 都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 做应该做的事 对 变得非常无能 训练 而且训练不足 完全不晓得 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连去抓他的时候 那制服的是警察 警察 为什么不是那一个 内卫的这一个 这一个宪兵队 这个宪兵队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你如果在 走在总统 他们就住在旁边嘛 对 他有一个住宅的 那个旁边 是 而且是他们平常的 听起来训练是最严格 有一点我还省过预算 要去改那个方式 真的 旁边去 不过我后来听说 那如果是错的话呢 请大家打电话 给刘俊耀来更正 就是说 自从马英九上任以后 他们都没有做过 慰安演习 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 不过 他们怎么做 我们也许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我们看到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们没有那种表现跟反应嘛 这才是我们两个要讲的重点 没有做慰安演习 表示说 你 不晓得这么多 你不认为会有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长期以来 马英九 可能你记得 他一开头刚上任的时候 他的行为呢 都让保护他人吓得要死 因为他时常忽然之间 他希望走到人群当中 最近他的声望比较低 所以他就比较留在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环境里头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 如果说我们因为民主呢 就忘记了事实上一个总统 还是有个维安的需求的话 那就是一条错的路 我们前面已经有 好吧 那就算是真的好了 陈水扁在台南金华街的 所谓枪击事件 我个人的立场是 我不认为那是真的 那假如说 你已经有了这个 维安的问题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人也没有被彻查 对对 后来我记得 该负责的那一个人 他暂时的调离之后呢 后来又升官 对 对不对 后来又升官 所以说变成好像说 让我觉得什么 哎呦 这个人当年啊 佩额演出有功 因为你全世界哪有一个 你应该保护总统 然后居然在路上 让他被枪杀了 枪击了 正副总统一起 对对 这太荒谬 太荒谬 那这一次呢 是同等的荒谬 那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他有两个部门 两个部分 一个是211他的责任 现在在媒体里面全部消失 第二个呢 是张先生他的 所有的主要的诉求 和他的人生 现在变成一个真人实境秀 这两件事情 都是台湾媒体 荒腔走板的表现 是 可是另外一个荒腔走板 你没有提到 政客的反应 胡说八道的 这些政客的反应 说什么 因为呢 你今天 民调低到这样子 人家不撞你才怪 他毕竟是我们的总统 总统府也是我们的精神象征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以说的话 那怎么我们的政客是 就是一点点都不能说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活该嘛 那这种话怎么可能可以说呢 这是不可以说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客会 你也是政治人物 任何一个政客 你可以去鼓励说 我讨厌这个人 我就去把他干掉嘛 你不可能用这样的标准 来看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的社会 那在这过程中间 我觉得遗憾的就是政客表现是荒腔走板 但是张先生他所要诉求的有一些东西 虽然我极不赞成他的表现方式 可是那个极不赞成的部分呢 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该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现状里头 过去你看历史上的那种最糟糕的朝代 或者是国际上面最糟糕的政府 他跟人民发生关系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司法不公 所以那种冤案冤狱让人民愤怒 第二个呢就是贫富不均 造成富一国穷一国官商勾结 贪污腐败都是这样 就是他产生了社会的不公平 那现在我们看看中华民国台湾的现状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不公平 司法不公在张先生的案子上 我觉得他是过度反应 因为他是40天跟80天的拘役 造成了他的这个反应 但是司法不公就我曾经当过民意代表来看 到处都是 而且包括的是司法部门的不公 以及行政部门的满含 很多时候行政部门对老百姓的祈求 是用非常强硬的 很无法想象的态度去处理 那作为一个政府 你是不是有一个责任 要让人民觉得我至少在一个公平的社会 像我当年在立法委任的时候 我处理过那个保二总队他的那一条那个地方的重建案在中和 就是叫做经界新村 他原来是保二总队的案子他要重建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选择可以照顾原来在那里住的那些老人家 最后他都不选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候给人十万块钱的搬迁费 最多十四万就叫他们全部的出去离开 那现在他们正在司法去告他们 这些老人家就是以前的保二总队的人 是他们的队长他们的副队长现在是八十岁九十岁 对啊这八九十岁的你说他 他的人生都已经都已经在尾声了 那你要他还要再去跟你去 禅斗 禅斗 去上法庭 所以你看公权力执法到后来呢 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在台湾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因为也许因为我过去做立法委 看到来澄清的都是非常非常多很可怜的 然后到最后呢他去到处去澄清 去司法院去监察院去总统府到前都是毫无办法 对 好所以一个社会的制度如果不完善 让有些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这个社会总是要有一个救济的方式 你不能说对不起我们规则就是这样 我们依法办理 依法办理这四个字在台湾造成了非常多人的痛苦 那我真的觉得在过年之前 就希望说去年我们说是一个假的社会 那这个依法办理造成的痛苦呢 希望在未来的一年能够减少 这算是一个新年的注文 是 你这个当然这个祈愿呢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实现 不过你这个讲的时候呢 在讲到我真的对于这整个 痛苦 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串联性呢 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真的得好好的来帮大家梳理一下 大普案 大普案 张药房 他们想尽办法去陈勤 但是就是去陈勤的时候房子被拆的 多荒谬啊 他到台北去陈勤 结果呢 判斥你不知道 刘正宏说天赐良机 赶快把他踢掉 因为现在人都不在 他们就像你刚讲的 他已经已经觉得不公了 去到处陈勤 结果他到处陈勤的时候呢 变半床牙 我他的 他的重要的基地呢 没有人在那边守护 结果房子就被拆了 造成后面这样子的一些 然后张药师的死亡到后来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处理掉了 你知道大家记得那个赶天动地斗儿渊吗 最近不是要演六月选 他就是这样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的时候 他就说天哪 你错开 你不分好歹男为天 地啊 你错开咸鱼 网坐地 就是人民在碰到一个绝对公权力 而没有办法抵抗的时候 就剩下自己一个人 剩下自己的身体去跟你对抗 我觉得台湾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个状态 有很多地方就是公权力的使用 事实上是有过当的 而在司法上面 他找不到一个救济的方式 到处去澄清 到最后四处碰壁 每个人都告诉说没办法 因为我们法这样定了 定了以后就依法行政了 这个因果关心 其实跟听众朋友 真的我要帮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司法不公 就是我们的公权力呢 他没有好好的去行使的时候 就像你刚刚讲的 给人民的感觉是司法不公 但是呢你会发现人民里面呢 有钱的人 他的司法就公了 因为什么呢 有钱呢 判身无钱判死 你看今天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 蔡衍明有钱 有钱倒可以把人家的一版 把这个媒体买下来就算了 我平常想登一版就登一版 对不对 我叫蔡衍明 你中台湾有几个人像蔡衍明这样子 他不过就是避税被人家讲一讲的时候呢 他就买媒体这么大的一个版面 来诉诸他的 来讲他的诉求 今天这个张先生也好 或大谱的 这些张 怎么都姓张 还有伊甸的啊 是 徐旭东啊 是 他们有钱到呢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呢 就造成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咱们活在这个世代 只要削钱就好了 只要你有本事 管他是非法的 我只要能够削钱就好了 我只要能够避税 我该缴的税 我又避掉 避掉这些钱呢 我就可以来为所欲为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让每一个人 我想现在的老百姓也好 宅男也好 你去看看他们心里面想的 做这个哦 我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钱 这种心态会变成什么呢 又回到最后呢 我很无奈 无奈 无奈的时候他累积他的怨恨 他开始会有仇富 仇富现在也是这样来的 仇富我今天为什麽可以 我为什麽不像 连圣文或像谁 我生下来的 我就是含着金汤匙呢 然后呢 我今天得在那边遭受这样的 施罕 施法不公的迫害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怨气呢 就出在公学地上面 回到这个社会上面来 这就是个循环 我跑社会新闻啊 你会看到 我所采访过的这些事情呢 这些有钱人怎麽样去削钱 然后这些没钱的人怎麽样去 用自己的生命 想要去换一点公平 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 现在呢 我们大家在里面呢 缴获的 我们在做一个复循环了 没有错 我先进广告 过后国家是这样的 是 广告之后呢 咱们听雷伟员来分析 好 98新闻台 我刘俊耀 又要 刘俊耀 在现场 雷伟员你好 所以 其实啊 刚刚那一段 我们讲的比较 这个激动一点 其实 就是看到呢 这个社会的 不公不义 一直在很多的 细节上面的出现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 都是 我们不是只有讲一个 什么大道理 我讲的都是事件 你从大普汉的事件 从你看到蔡衍明 去登一版的 这样的事件 你从张先生去冲撞 总统府的事件 这中间 其实他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 他这有一个因果关联的 你不要以为说 我蔡衍明跟这个冲撞 会有什么事情啊 我告诉你 就是有事情 这是日积月累的一种转移 人民的情绪呢 在看到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他自己本身遭受的 不公不义 是吧 不公 可是又看到你们 这些有些人 可以这么样的 这么的自在 我觉得我这边帮你再衍生一下 如果说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就像说我小时候 我们家也很普通 很普通 我爸是个军人很穷 可是你看你周边的人 他们都觉得他只要打拼 他在这个公平的社会中间 可以竞争 他可以白手起家 他可以从没有到有 当你的社会有很多的 流动的可能性 你的三级 我们不常说三级贫富的孩子可以做总统 当你的社会可以流动的时候 不管你今天在哪里 你都有机会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不公不义呢 就是说台湾的这种公益的机会 是不是逐渐在消失 如果你这些公益的机会在消失 那么人民自然就会有一种 愤怒跟仇恨 你刚刚说的反伤跟仇富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是什么象征 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象征 有钱的人很有钱 没钱的人就像奴隶一样 那有钱人为什么很有钱 我要讲的下面一个是 最可恶的就是官商勾结 是 他因为跟政治权利 政治是一个绝对的权利 对人民来讲 他跟政治权利挂钩了以后 使得他能够急剧快速的累积财富 所以到最后 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 时常我们有说 冲突升高险的革命 然后期望升高险的革命 是 你会发现 你不推翻这个政府 你就打不破官商勾结 对 你恨这些商人的剥夺 因为他们借着公权力 借着跟公权力 跟政府的连结 使得你完全没有机会 那台湾现在是不是逐渐在这样子呢 我们常常在说 当企业并购国家 好像是一个其他国家 落后国家的事情 可是前段时间 大家讨论了e-tech 我们讨论了高铁 我们难道不是在看到 最有钱的人 他可以用公权力 可以完全蛮憨的 毫不顾及你的 可以一夜之间把收费站全部拆掉 对 900个人忽然失业 是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不公不义 跟官商勾结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是 所以人民的愤怒呢 会在各个地方出现 对 我当然不希望有更多的人 像张先生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 当人民对于政府 跟这个社会基本的公益 绝望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会冒头起来 对 他底下的愤怒 跟他的就像岩浆一样 已经热到这个程度 2013年刚刚过去 我们真的盼望呢 就过一个新年吧 新的一年 希望能够逐渐的有人开始思考反思 台湾走了一个向下沉沦的这一条路 什么到了哪一点 可以止跌 回稳 然后再开始往上判身 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什么 你刚刚讲的这些 跟公权力结合的是最让人愤怒 而且最绝望的 官商勾结嘛 你看徐旭东 你看日盛生 日盛生那一个领董 他为什么可以叫做呢 什么叫做捷运连开网 因为他有官商勾结嘛 他今天勾结了 他那么多的一些 内部的人 让他能在捷运上面 他做到叫连开网 你说 这个人不是 赚在 赚官商勾结的钱 他赚什么呢 人民会愤怒是因为说 我看着你 很多买了日盛生 美额氏的人 他现在办不出去 产权不清 你说他愤不愤怒 哦不好在他们因为交了一笔钱 所以他们还是拿到了他们的房子 至少可以过年 是 非常感谢电影文道部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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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